大家好,我是刘伟医生 平时大家在购买食物时 最先看的是什么呢? 我想觉得大多数人 第一眼看的是保质期 那你知道保质期具体代表了什么吗? 其实国家名为规定 保质期的意思是 预包装食品在标签指明的储存条件下 保持品质的期限 也就是说不是保质期一过 食品就一定坏掉了 那你可能会问 过了保质期的食品 咱还能吃吗? 要知道判断食物是否能吃的标准 并非只有保质期 同样在保质期里边的食品 也并不能保证一定是好的 要判断食品的好坏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就是储存的条件 有时候 错误的储存会加速食品的变质 所以我们在食用一些食品时 要先看它的气味 口感颜色等 进行一个综合的考量 其次保质期过了 不意味着食品已经有毒 有些食品过去以后 只会在味道 营养成分或者外观上有一些折损 这类食物不算有毒 但营养成分也有所损耗了 从而产生一些过期 内部就会出现一些毒 不时可能会引起中毒 所以我建议食品 尽量还是在保质期内食用完 第三点误区 保质期长的食品 就意味着添加剂含量多 许多人认为 保质期短的食品 要比保质期长的食物 它新鲜 其实不然 有些风干类的食品 或脱水的食品 本身它是不易于 这种细菌的滋生 自然保质期会长一些 最后一点 食品放进冰箱就不会坏 冰箱并不等于防腐剂 微生物繁殖温度最低 可以到零下四度 微生物繁殖温度最低 可以到比较低的温度 比如说四度左右 也就是说 冰箱冷藏的温度 并不能阻止细菌的繁殖 同时 反复的冷藏食品 会导致起串味 从而产生变质 以上这些关于保质期的误区 你都学会了吗 以后不要再用保质期 去单纯的衡量 食品是否能吃了 点击关注 下期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知识